參加國家建設研究會的海外學人 今天上午坐登車抵達清華大學的時候 新大校長徐全修曾經熱烈地歡迎他們 並且為他們舉行一報 說明清華大學的情況 這些回國研究科學發展的海外學人 他們研究的主題 包括我國國防科學技術發展的方向 現階段國內工業技術研究工作 應該採取的途徑等 這些海外學人今天也參觀了清華大學的袁子盧 以及交通大學和新技部聯合工業研究所等學術研究機構